伯格巴一个人的力量,根本撑不起曼林医师球队,周续11点,英超联赛迎来了一场对决,伯格巴所在的曼林,与布莱德展开了较量。 在登场比赛之前,球队主帅莫里尼奥再次回应了自己与伯格巴之间的关系问题,并表示会继续把队长秀标交给法国人。 这意味着,伯格巴需要继续在场上承担重任,在比赛的开始阶段,伯格巴尚且能够在场上保持冷静的头脑。 在比赛的第十分钟,在球队完成了板场之后,伯格巴把球迅速分给了在禁区里的卢卡库。 可惜的是,后者在放开了对方的防守人之后,却把近在支持的机会浪费了。 伯格巴就此措施为一次助攻的机会,正当伯格巴想要在场上发挥出自己的实力之时,场上却风云突破,在曼林的防线里出现危机之时, 对方抓住了机会联系两球,更为致命的是,伯格巴在中场对他扮弗雷德,还出现了一次致命的失误,被对方赢得了一次点球的机会。 此时,曼林已经以一笔三落后,伯格巴的心态就此失衡了,在球队需要在后场出球的时候,伯格巴却在想着用自己的盘带来解决问题。 在球队需要送出挑船的时候,伯格巴送出的球却总是差之毫厘,而在球队需要他发动协肠船的时候,伯格巴也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失误。 在球队失误了困境的时候,伯格巴最为亮眼的表现,经济是一次认赦,也许曼林今天的糟,糟表现不是伯格巴一个人的错,但是身为球队的队长,他确实应该做得更好。 对啊。 对啊。